接下来要说的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科学家们发现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竟被悄咪咪的洗脑了 原来白天大脑制造的很多垃圾毒素无法正常代谢 晚上入睡以后大脑就会转成清理模式 血液流量减少 脑体液就像轻到风 趁虚而入自动冲洗大脑 把垃圾毒素一并带走 但如果熬夜不睡觉 脑内充满公养的血液 脑体液流不进来 毒素垃圾就只能堆积在大脑里 人会变傻 不同 急性变差 长期下来他可能优发一系列高危疾病 甚至猝死 这样你还敢熬夜吗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灵言 我们科技公园今天也要挑战你 不就是夹个笔记本吗 有什么难度 我要加显示屏 哎算了算了 还是循序渐进吧 这次总没问题了吧 这不对呀 我看灵言很轻松就能夹起 根据视频来看 目测这台笔记本大小约为一张A4纸左右 侧面的厚度约为一纸宽 重量推测约为两瓶矿泉水 还有这熟悉的logo 诶 这不是老鱼前段时间发布的笔记本 华为MacBook X吗 灵言能夹起来 是因为这笔记本非常轻薄 那我也可以 看我的 是什么 让一位科学家说出 不回国就离婚这样的话 即便是妻子卖掉诊所后的痛哭 女儿独在异乡的孤独 也没能让他停下归国的脚步 原来在2009年 我国启动了深步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准备向地球深步进军 但由于缺乏高精度探测仪器 举步维艰 彼时 海漂18年至久的黄大年已飞升中外 听到祖国的召唤 他决定放弃高星 回国 回国后 他为中国寻天探地前海 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没有他 就没有后来的地壳一号万米钻机 更不可能创造亚洲国家大陆 科学钻井新记录 人记得1982年毕业时 黄大年写下了 振兴中华乃火辈之责的热水之词 更用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以家国为念 为民族燃灯 有人说他傻 有人笑他吃 不得不说 每一位科学家 都是隐姓埋名的民族英雄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